消防隊員出現在大樓逃生梯間 場面相當混亂 這也就是新竹竹北棄報案 當天搶救畫面曝光了 找我一下 接到這邊 這個火勢猛烈 生怕再發生氣爆 小楠童會來不及逃 一把抱起來 從酒樓往下走 後頭緊緊跟著一名富人 陸陸續續 還有好幾名少年 等著要離開 最後面的兩組人帶下去 這個 這裡這裡沒水 這裡好 這裡沒水 三個人 終於大樓內的所有住戶 通通平安下樓 突如其來的氣爆 大家被嚇壞 滿臉驚恐 發生意外的住宅 大樓九樓災情最為嚴重 波及整棟住戶 連大樓外牆都被燻黑 除了部分住戶自行逃出外 進行逐層搜索 在九樓以及十一樓 共救出十二人 其中一名十六歲的少年 傷勢嚴重全身 百分之九十一燒烫傷 另外五人輕傷 而這名十六歲的少年 狀況危機 送完林口長根醫院救治 兩天輕創一次 醫院方面表示 他現階段生命跡象穩定 仍有一定的危險 病發症與感染風險 將持續進行燒烫傷治療 包含預防感染跟壞死組織清創 後續需要多次清創與植品 也得面臨長時間的復健 以及多次的手術 醫療團隊強調將會全力招呼 這幾天其實很多住戶都陷入了恐慌 所以我們有跟社會局的 陳處長這邊協助就是 等到事情到了段落 或許住戶需要一些心理的建設 事發至今四天過去 大家最在意何時能平安回家賠償的部分 要怎麼處理 住戶提出七大訴求盼望 能還給他們安全居住環境 TBS新聞城市明王思辰 新竹採訪報導